不论商业价值还是巅峰实力 伊布都不如C罗 但前者40岁时 能够力助AC米兰拿下一甲冠军奖杯 可如今连满37岁的C罗 却已经去到沙特联赛淘金 那么两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才会造就这截然相反的境况呢 主要有三处不同 首当其通的就是商业价值 C罗在某社交平台上 作用超过5亿粉丝 伊布则为5000多万 这使了C罗收到的金钱诱惑要大得多 伊布去美之联淘金时 联系约为700万欧元 可沙特球队向C罗甩出的 是连收入可达2亿欧元的超级大合同 在这巨大诱惑之下 C罗拒绝在欧洲主堂拿递得多的薪水 完全是合情合理 接着第二个区别是心态定位不同 从C罗不想和曼联去踢欧联杯 以及由于出场时间问题与腾阿克闹掰 都不难看出C罗还是不愿意扶老 不愿意让出绝对主力位置 可在年龄因素之下 不扶老只会让主教练难办 给主力位置体能不足以支撑 不给主力位置又会让球员不舒服 反观重返SA米兰的伊布 心态放的是足够低 不仅没有要求绝对主力位置 被莱奥等后辈更是尽心尽力指导 这样一来 即便没有在场上交出足够出色的进球助攻数据 但同样为SA米兰带来了积极影响 特别是更衣式维稳层面 所以球队能够时隔多年重夺一家冠军 有着伊布的一份大功劳 而最后是竞技层面 伊布有着大升板并且脚下技术在前锋里面算是细腻的 这使得即便体能下滑 可是往禁区里面一站 依旧可以充当支点和炮台 但C罗则不同 进入新赛季之后 他的拿球和停球能力都出现的较大下滑 很难充当支点的作用 如果无法取得进球 那么场上贡献就将很有限 所以在这一些因素之下 40岁伊布还可以率领SA米兰拿下一甲冠军奖杯 但37岁的C罗已经正式开启了沙特淘金之路 这对于想要继续看到他在高水平赛事踢球的球迷来说 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感谢观看